而蔡英文即将出访 据说她这两天将会派人带她来领表 那么之后会展开一个党内的初选 不过在之前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人 共同领表登记初选的局面似乎并不多见 所以之后民进党党内初选备受关注 而最新有一份民调出炉 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 是50.9%大赢 蔡英文只有29.2% 这是刚刚出炉的一份最新的民调 而同时对于蔡英文来说 面临的几首难题 还有就是陈水扁是否特赦的议题 因为赖清德昨天已经是公开直接呼吁蔡英文 要考虑特赦陈水扁的问题 而蔡英文昨天也首度松口 表示适当的时候会来处理 那么各方一般认为 现在是否特赦陈水扁是寻求连任的蔡英文 无法绕开而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难题 来看报道 民进党在明代补选中保住台南和新北两个席次 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17号声称 陈水扁最后站出来是这场选举胜败的关键 呼吁蔡英文重视陈水扁的特赦问题 岛内一些独派人士也跟进表示 这次陈水扁服选有功 蔡英文应该尽快特赦 民进党发言人回应称蔡英文会有妥当的做法 对于独派人士将选举胜利归功于陈水扁 蓝绿两大阵营都不以为然 国民党发言人王洪威指出 陈水扁在选举中通过社交媒体直播服选 不断挑战监狱底线 既然他的身体已经好到了可以服选 难道不应该重回监狱吗 有蓝营学者指出 陈水扁牌的效果仅在深绿地区 2020年地区领导人选举 如果再打这张牌 效果相当有限 民进党前明代林卓水表示 假如认定台南胜选的关键是扁粉归队 那么归队前扁粉都在哪里呢 赦免了陈水扁 民进党在2020选举中 也未必无往不利 林卓水认为 民进党状况不断 令人担心不已